当然我们就讲侦查不公开 可是周刊天天在公开 北检办泄密 你就会发现绿媒 怎么狂泄不止 今天一大清早的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周刊呢 又开始有一连串的这个内情爆出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陈佩奇的部分 就是针对陈佩奇 以60次ATM存款方式 将619万存进自己 还有三名子女的账户 而且过程当中陈佩奇四度翻供 他先说这个资金来源是柯文哲的稿费 又说是选举经费 民众捐的 又说是小孩的压岁钱 那么最后才说是母亲账户里的钱 这部分恐怕有替柯文哲处理不明资金 涉及洗钱罪之嫌 那这样知情人士说 陈佩奇密集ATM存款的手法实在太特别了 钱的来源如果真的是民众捐的选举经费 恐怕也违反了政治献金法 也辜负了支持者以及小草的美意 那么里面还特别提到 如果这个600多万元 690600多万元 那是来自审慶金的贿赂 柯文哲会由目前5年以上的徒利罪 变成刑则10年到无期徒刑的违背职务收贿罪 陈佩奇如果参与其中恐将也成为贪污共犯 如果他只是帮忙单纯帮忙 长逆不法所得或者掩饰不法所得的来源 涉及的是洗钱罪 因为金额没有破议罪重判5年 如果认罪还可以获得缓刑 哇 我跟你讲周刊写的很细 掌握的这个细节很多 那这个确切的金额是619万9千元的现钞 分了60次 存进了自己以及三个子女的户头 那当然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他这些钱的来源呢 他有四种说法 最后的一种呢 才是说这个是妈妈账户里头的钱 那么当然里面呢 检调其实也特别有怀疑 这个是不是跟金华成容几率 从392到560到后来 最后的840这两阶段的汇款有关 主要说这个时间点呢 他们一直在连连看 跟人也一直在连连看 但问题是现在连到了什么 有连出具体的市政 也就是说你收钱 有了具体的连结建立起来了吗 那如果说你想聊清楚 会真的有查到陈沛琪 真的有什么 因为想说下一波 有可能陈沛琪被列为被告 但问题目前连约谈都还没有啊 怎么不约谈 根据这些报导说涉及到洗钱法 洗钱法很简单要有犯罪所得 先有犯罪所得 后面才有洗钱法 所以如果你前面没有犯罪所得 后面已经东弄西弄 都不涉及洗钱法的问题 我们现在要确定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们现在开始都要时时刻刻刻注意到法律的规定 第二个这个有关你说在ATM里面存款啊 表示是他拿现金存款 所以你要确定他的现金来源是犯罪所得 你变成说我们现在已经系到现金 因为你存到ATM 不管ATM也好 柜台也好 或找人帮忙存入也好 对不起 只要进入银行系统就没有所谓洗钱 就是说你 现金是不法所得 是犯罪所得 你要确定先确定 然后拿这个钱去存到银行里面 然后被找到了 这个叫做洗钱 现在就是说他的发生试点在2020 我不晓得陈佩奇记忆好不好 你要问我上各位的哪一个资金浅从哪里来 我不一定搞得清楚 我不一定搞得清楚 那他要求他去记这个四年前的事情 那就要看检调怎么证明 注意到无罪推定的原则是 检方要去证明人家有罪 这个我们不是说 哎呀你要自己证明你无罪 这什么话 你要说明钱的来源 我不说明可以吗 你要证明我这现金是犯罪所得 这个叫做无罪推定 怎么可以说你的钱从哪里来 你讲不出来你的犯罪所得 这个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不能成立 放掉不可以吗 或者忘了记忆错误 把这笔记成那一笔 这个这笔明明 举证的所在就是犯罪 对 举证责任在检查 对啊 我这笔钱明明是马建卫给我的 可是我都记成黄近平给我的 那你这个 这激励总是说什么翻供呢 这个我是觉得 跟这个供不供 这没有关系 你检方有义务证明 这存进去这个钱的现金 是犯罪所得 那当然你要去发动议论战 说哎呀你看他不符合小草的形象啊 这个老草跟小草脱节啊 那是政治运作我没有意见 但是司法可以介入政治运作吗 不准 不应该 不许可 归根究底 为什么特定媒体都会拿到这个 调查中 侦查中的资料 这是真 好不公开的资料被泄密 明明白白被泄密 这是检方有人泄密的话 是不可原谅的事情 那是陈北极自己都要公开了吗 不然这资料来源从哪里来 就检方啊 所以检方有人泄密 这是下来 接下来要去好好查办的一件事情 不要去帮检方讲话 或者是帮媒体讲话 我们就要就事论事 那如果媒体有不法的手段 去取得检方的资料 对不起 也是犯罪 我们先确定这个前提 不表示说你媒体就是 有上方保健 不管我消息从哪里来啊 你听来的OK 你这个不小心这个 从这个老王那边打听来也可以 但是取得消息的过程 尤其是这种规定 不准泄漏的消息 有不法的现象 通通属于泄密罪侦办的范围 好 不过因为这个绿媒最近啊 我们其实每天都可以等啊 就是大家敬请期待 每天一定会有新料爆出 那么今天呢 最新的是在指涉陈佩奇洗钱的部分 里面提到了本刊调查 陈佩奇以ATM现金的 纯现金的举动 已被检联视为 本案的重要破口 如果这六百多万元 是来自省庆金的贿赂 那么柯文哲就会由 目前本刊五年以上图利罪 变成刑者十年到 无期徒刑的违背职务社会罪 陈佩奇参与其中如果有的话 恐怕也成为贪污共犯 那如果他只是藏匿这个不法所得 或是掩饰不法所得的来源 这个试涉洗钱 涉犯洗钱罪 金额没有破亿元 最终五年 如果认罪 可以获得缓刑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